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将在榜样阅读的现场和大家分享作家周国平的散文 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一起去感受作者对于丹丹的诠释 下面进入我的阅读世界 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周国平 我们活在世上 不免要承担各种责任 小致对家庭 亲戚 朋友 对自己的职务 大致对国家和社会 这些责任多半是应该承担的 不过我们不要忘记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一项根本的责任 并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每个人在世上 都只有活一次的机会 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 重新活一次 如果这唯一的一次人生虚度了 也没有任何人 能够真正安慰他 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对自己的人生 怎么能不产生强烈的责任心呢 在某种意义上 人世间各种其他的责任 都是可以分担或转让的 唯有对自己人生的责任 每个人 都只能完全由自己来承担 一丝一毫 依靠不了别人 不止于此 我还要说 对自己人生的责任心 是其余一切责任心的根源 一个人唯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 和生活信念 他才可能由之出发 自觉地选择和承担起 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 正如哥德所说 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 有一种爱 因为这种爱 所以尽责本身 就成了生命意义的一种实现 就能从中获得心灵的满足 相反 我不能想象 一个不爱人生的人 怎么会爱他人和爱世人 一个在人生中随波逐流的人 怎么会坚定地负起生活中的责任 实际情况往往是 这样的人 把尽责不是看作从外面加给他的负担 而勉强接受 便是看作纯粹的付出 而所求回报 一个不知对自己人生负有什么责任的人 他甚至无法弄清 他在世界上的责任是什么 有一位小姐向托尔斯泰请教 为了尽到对人类的责任 他应该做些什么 托尔斯泰听了非常反感 因此想到 人们为之受苦的巨大灾难 就在于没有自己的信念 却偏要做出 按照某种信念生活的样子 当然 这样的信念 只能是空洞的 这是一种情况 更常见的情况是 许多人对责任的关系 确实是完全被动的 他们之所以 把一些做法视为自己的责任 不是出自于自觉的选择 而是由于习惯 时尚 舆论等原因 譬如说 有的人 把偶然却有长期从事的 某一种职业 当作了自己的责任 从不尝试去拥有 真正适合自己本性的事业 有的人 看见别人发财和挥霍 便觉得自己也有责任 拼命挣钱花钱 有的人十分看重别人 尤其上次对自己的评价 谨小甚微地 为这种评价而活着 由于他们不曾认真地想过 自己的人生使命究竟是什么 在责任问题上 也就必然是盲目的了 所以 我们活在世上 必须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一个人认清了他在这个世界上 要做的事情 并且在认真地做着这些事情 他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平静和充实 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之所在 因而 关于责任的种种虚假观念 都不能使他动摇了 我还相信 如果一个人 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那么 在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内的 一切社会关系上 他对自己的行为 都会有一种负责的态度 如果一个社会 是由这样 对自己人生负责的成员组成的 这个社会 就必定是高质量的 有效的社会 刚刚和大家分享的 是著名作家周国平先生的文章 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周先生向我们阐述了 什么是责任和担当 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 都要承担着各种各样的责任 小致对于家人 朋友 自己 大致对于我们的国家和社会 这些责任多半都是我们生来 必然要去承担的 文章中 周先生也非常有条理的分析了 我们为什么要承担起这些责任 以及我们在生活中 应该如何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就像周先生所说的 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心 是其余一切责任心的根源 我非常赞同周先生的观点 我想 只有懂得了对自己负责 才有可能承担得起 对他人乃至对社会的责任 在成为一名职业的音乐剧演员之后 我就是抱着对自己负责的态度 去对待我的工作 我的每一场演出 从而担当起对观众 对职业的责任 大家都知道 在平时演出的过程中 难免会遇到各种不同的困难 或一些突发的小意外 在变身关于首演的时候 当时我正在发着高烧 但是演出还要继续 每个人都在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我不想因为我的原因 让这场大家准备了很久的首演 留下遗憾 所以在体力透支的情况下 还是坚持完成的演出 其实带兵演出 在我们这行十分的常见 因为有时候 我们无法控制伤病的来袭 但是作为音乐剧演员 我们要做的 就是在任何的情况下 都要尽可能地 演好每一场演出 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要对它负责 前段时间 在话剧漫长的告白的 演出过程中 舞台上方的一个掉顶的大道具 突然掉了下来 为了躲避道具 我从台阶上跑下来的时候 不慎扭伤了脚踝 当时医生告诉我说 脚伤需要静养一段时间 但是在几个小时之后 我还有一场晚上的末场演出 很多观众都已经提前来到了现场 还有一些朋友 是特地从国外和外地赶过来 面对这样的突发状况 我和导演第一时间修改了舞台调度 为的就是能够让观众 如约看上晚上的末场 其实基本上每一位音乐剧演员 都像我一样 遇到过很多类似的这样的突发事件 在不影响演出正常进行的同时 快速对突发意外 做出及时的反应和处理 也已经成了每一位有担当的演员们 对待工作的一种态度和习惯 作为一名音乐剧演员 我也知道音乐剧在国内发展的不容易 尤其是早些年 国内音乐剧市场环境 没有现在这么好 受众比较少 有时候 一个剧场里只有几个观众 但是不管怎么样 在我接触音乐剧到现在近十年的时间里 我一直要求自己一步一个脚印 认真对待每一场演出 珍惜每一位观众 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更多的人看到音乐剧 喜欢音乐剧 我也相信 即使每一次演出只是多几个观众 也能积少成多 国内音乐剧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这是我们每一个音乐剧演员前进的动力 也是我们对职业的一份担当 虽然现在我在工作上会比较忙 但是只要有合适的机会 我都会非常愿意参与到社会公益活动中 之前我和彩虹和尚团 一起合作参加了上海青年公益音乐会 希望通过这场音乐会 可以让社会各界更多地关注聋哑青年 并且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和帮助 参加公益活动 为需要关爱的人发声 这些都是让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有价值的事情 我觉得 学会感恩和回馈社会 在有能力的情况下 给予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 一些爱与关怀 这也是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一份担当 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中 我们都应该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知道自己责任的所在 懂得对自己 对他人和对社会负责 我想 这不是一项任务 而是每个人应有的一份担当 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 我觉得阅读是一件特别享受的事情 换而言之 我们可以从书中悟出不同的人生道理 还可以从书中列起到一些新鲜有趣的事情 让我对这个世界一直保持着新鲜度 另外我觉得这档节目的形式特别好 除了开玩笑 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的文章和书籍 还可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生活中各种的正能量 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参加 可以让大家更加地了解音乐剧和音乐剧演员 我觉得还有坚持 毕业之后 从我正式成为音乐剧演员 登台开始表演到现在 我经历过送票都没有人来看的那个阶段 那时候因为没有太多人看我的演出 生活特别的拮据 当时身边的很多同学 也因为生活的压力都选择了改行 但我从来没有过这个想法 没有想过要放弃 为了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 我初空会选择做一些兼职 也是因为当年自己这一股执着 我在这一行坚持了十年 现在很多人通过《深入人心》这个节目 认识了我 了解了音乐剧 我觉得真的特别地欣慰 我也真的特别地感谢自己的坚持 因为平时演出完回到家 其实都已经很晚了 睡眠的时间也不是很充足 所以在演出结束之后 我一般都会好好休息 看一看微博上大家对我的留言 和演出的一些评论 回忆一下自己演出的一些细节 来达到下一次更加的演出状态 也会看一看轻松的视频 放松一下自己 其实我是一个很看重剧本的演员 如果有好的剧本 我很喜欢的话 那我就会考虑去参演 也期待我能参演一些 很多好的优秀的影视作品 我本身是一名音乐剧演员 所以对我来说出演话剧 是一个完全全新的尝试 音乐剧和话剧 它们之间的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的 话剧是需要靠演员的台词功力 和表演功底的 在情感的表达上的话 音乐剧是习惯于在于音乐 去表达情感和控制节奏的 而话剧里是没有这些的 所以这是一个诚心的挑战 好了 今天和大家的分享 就要接近尾声了 在节目的最后 我向大家推荐一本书 著名作家铁宁的中篇小说 永远有多远 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叫 白大醒的人意姑娘的成长故事 随着小说结尾多次出现的 永远有多远的探问 作者将该作品的主题 关注点引入了更深的层面 对大众命运的知觉和眺望 永远有多远的探问 是个体的迷惘 该文文借此引发了 小说的主题思想 彼此的心灵回归之路 永远有多远 希望能给读者带来一些 对生命的思考和感悟 有人说 担当是智慧 勇气和能力的有机统一 他要求我们 不能只是做完一件事情 而是要带着自己的要求 带着情感 去做好这件事情 对自己负责 对他人负责 承担起作为社会一份子 该承担的责任 体现出我们该有的担当 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 才能知道尽责任的乐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